刚才林老师给大家非常介绍一个关于荧光的机制 以及一些设备相关的信息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会主要的给大家讲那个微辣的荧光光谱 以及结合我自身的一个研究在半导体微辣光镜材料 尤其是半导体的微辣激光里面 使用这种微辣荧光光谱来研究它的物性和一些激光的性质 好那我报告呢会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的话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微辣荧光光谱的原理和技术 其实刚才林老师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微区的荧光光谱和红区的荧光光谱的一些具体的区别 那这边的话我会给大家补充一下 动物探测空间分泌的荧光光谱和角度分泌的荧光光谱两种这个荧光光谱技术 那么第二部分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微辣荧光光谱在半导体微辣激光里的应用 会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半导体微辣激光器的研究背景 半导体微辣激光如何去在实验上进行观测 以及我们介绍半导体辣米线里面的关于荧光的自吸收的效应和带填充效应 这样对于设计波长调写激光的一些应用 刚才这两种效应宜老师也分别都提到了 第四部分的话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半导体辣米线作为一个微箱来说的话 它里面的地质计划件的特性 这样对于我们设计低密质的激光的一些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区的荧光光谱的设备基本构长 那么微区的荧光光谱呢 它能够在微辣的尺度来探测我们这个材料的一个能带的结构 有助于我们揭示半导体材料等等光电材料 器件里面的电子的机子的还有载牛子的基本的信息 那么也可以对我们的材料的经济质量进行一个评估 比如说我们看到你的低温的荧光光谱上有缺陷风 那就说明你的材料的质量不是那么好 那如果你比较量的材料 发现有的材料有缺陷风 有的材料没有缺陷风 那么那么有材料的有缺陷的材料的话 那结构它的经济质量显然会差一些 那么近年来呢 随着这个微辣加工技术 自备技术以及表征技术的发展 微辣米的这个结构和材料 尤其是半导体微辣米结构和材料 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一个关注 我们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 自备出非常多的 比如说量子碱 这个是我们熊老师组的这个行军博士 自备出来的量子点 还有我们可以做出半导体的纳米线 这是盖带矿的纳米线 以及非常多的二维半导体材料 那么这些材料的 它的宏观的它的尺寸实际上非常小 都在微纳米级别 所以我们人眼肉眼是看不到它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结合显微镜 然后把这些材料先观测到 然后我们再用结合光谱学的方法 测量它里头的这个物性 总体来说呢 半导体的微纳米结构和材料 在一些低功耗的 高级程度的和柔性的光电信息领域 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前景 我们比较一下 这张片子给大家看到是 红区的一个荧光光谱的光路图 和一个微区的荧光光谱的光路图 总体来说两种光路 其实光路部分都会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是有个光源 然后其实是样品 第三部分呢 是我的这个探测部分 中间这一块呢 会有它的整个外光路 也是我的激发光路和收集光路 在这个红区的荧光光谱里面的光源呢 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高压的拱灯 我们使用单色仪呢 敲紧出固定的波上出来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激光 那么它的样品呢 可以要放入液体的液体池 也可以放固体的样品 在收集光路呢 一般额言呢 就是单色仪加上PMT 或者说单色仪加上这个CCT 那么对于微区的光路呢 因为我们使用能够看到 就是说非常小的样品 所以我们需要把红光的光路这部分 这个关于样品台的这部分 要换成一个显微镜 显微镜呢 的这个光路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光源首先 我需要是需要用一个激光的光源 因为激光光源才可以把我的 这个计划光斑变得非常的小 所以首先它是有个激光 激光会经过一个这个 如果说你的激光的光是有一些发散的话 我们需要有个透镜把它变成一个平静光 然后经过一个这个beam splitter以后 部分的会反射到我的样品里面 然后经过一个物镜以后 聚焦在我的样品上面 样品辐射出来的荧光呢 会利用反射式 一般人也是反射式的 被同样一个物镜收集到以后呢 再经过这样一个半个半反的镜子 再通过这个一个透镜 把它信号收集到以后 经过一个小孔 小孔的透射光在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所以呢 就是说威区的这个荧光光谱除了要偶合进气显微镜以外 其次重要的就是需要在我的收集光头上有一个小孔 那么我们比较一下这个普通的一个荧光和攻击胶的这个荧光的图像可以看到 普通荧光的话 我们这个是小小鼠的脑片 然后平滑肌以及一些向日葵的发粉力 可以看到普通的这个荧光的成像的话 我们分辨率是非常低的 那么对于共济胶 我们使用的一些小孔 只收集 就是说这样一个胶平面上的信号出来的话呢 它的分辨率就是成像的分辨率提高的非常多 这张片呢是给大家看到是一个微镜的一个实物图 我们可以看 那这个是一个显微镜 我们包括了多个物镜 从5倍 10倍 20倍 到100倍的物镜 那么这个是黑的盒子 是一个外光幕 那么这个白色的部分呢 是一个单色仪 那这个整体呢 是它的一个这个光幕的设计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一个有个激光光源 它一般是平行光 经过了一个反射镜以后呢 多次反射到了我的整体的就是 就是轴线的这个光幕上面去 经过一个这个beam splitter 经过一个 这是一个 可以当成一个beam splitter 也可以当成filtre以后 经过它的反射 到一个这个beam splitter上面 然后反射到我的这个物镜里面 最后照射在样面上 信号光的话 就信号光跟我反射回来的这个激光呢 它都会被同样一个物镜收集 一部分透过这个beam splitter进行成像 就我们可以找物品 然后另一部分呢 它会反射过来 经过这样一个filter 把这个激光都会过滤到 接着往前走的话呢 经过一个nance聚焦到这个单色仪的辖峰上 然后对整个光谱进行分光 以及它的一个这个分析 在整在这个整个的光路设计里面呢 我们需要考虑就是说 在光路里面我们使用到一个长通的一个绿光片 其实它跟拉曼光谱的基本的光路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测量银光光谱的时候 是可以用 也可以测量拉曼光谱的 因此的话 如果说你的 你的这个设备是个拉曼光谱的的话 同样也可以进行这个 微大的这个荧光光谱的一个测量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样品台里面 选用这个 就是放入低温的平 低温的台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样品进行这个温度依赖的荧光光谱 我们如果说改变激光的功率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功率以外 以外的光谱的测量 我们在光路上加入偏振片 偏振的系统 比如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偏振片的话 我们可以做悬光以及偏振的依赖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信号 这部分的信号提起出来 到与TCSPC和CAMERA系统联合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微区的这个时间 分辨的光谱的技术 同时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平台部分 使用这种 这个就是电动的平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荧光光谱的一个成像 或者是我们在前部分的计划光路上 使用增进系统 我们小气光光斑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做荧光光谱的一个成像 或者是时间分辨荧光光谱的成像 在因为这个微区的一个荧光光谱 它整体上呢 还是基于这个Deletric的这个 就是Deletric的这个Optics来做的这个聚焦和成像 所以呢 它的这个分辨率还是受到光学颜色极限的限制 一般来说它会整体的分辨率会有物进 激发波长和这个你在光路上 收集光路上这个小孔的尺寸 或成像位置小孔尺寸来具体决定 但是一般而言都是在几百纳米左右 不会超过这个我的波长 激发波长的一个半波 二分之一 比如说你532纳米的话 如果说使用的不是邮件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空间的分辨率基本上也就 不能够超不能够低于250纳米左右 好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两套基于这个微区的荧光光谱 来设计的一些特技的荧光光谱 布幕探测分离的荧光光谱 以及较分辨的荧光光谱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荧光光谱 我们回忆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激发光 经过一个这个分光镜 然后透镜激发到我的这个一个纳米线上 比如说样品上面 那么样品辐射出来荧光会被同样一个受 受尽收集 经过了一个聚焦的一个这个NAS以后呢 到了我的小孔上面 我的激发的光和我的收集光 其实是在是在这个区域是重合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纳米线来说的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 我们纳米线里面光传播的过程 有自信的效应 那么探测这些效应的时候 我们有可以把整个系统 做了这样一个改良 就是我们把我的收集的光点的位置 基本上不变 就是说我还是经过这个小孔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beam speed前面 放一个可调的一个摆设镜 然后我们可以去微调这个激发光的一个位置 激发光的位置 那么激发光位置的这个信号呢 同样它也可以被这样透明收集 但是到它的这个收集光路上 往后走的时候 经过这个小孔的时候呢 它不能够通过这个小孔 所以这部分信号光可以被光逆掉 因此的话我们可以来调节 这个激发光板的位置 改变然后我们探测任何一个点 探测一个固定点的这个激发光火 这样我们可以来研究 就是说这个 传播光传播一定距离 它的一个feature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一个 这是一个牛化格的一个纳米线 我们在牛化格纳米线的中心去用一个498的光去激发它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有一个荧光 这个光应该是大概是400个纳米的激光 然后激发它时候会得到有一个 在这个原位会有一个荧光的出现 这个是一个荧光成像 那么这个荧光可以在这个纳米线里面进行传播 我们发现除了这个原位可以辐射出荧光出来以后 在端点也会出在这个荧光 如果说荧光照片上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它原位的荧光有点偏是那种蓝色的光 蓝绿色的光 但是在端点辐射出来的光 已经出现了这个 它的颜色是非常纯净的一个绿色 所以这是人也能够感觉到的 那么光谱上的很明确的信息 就是在原位的这个地方的光谱 是一个 它是一个就是对称的一个线形 它的中心风大概是在505纳米左右 那么我传播了一段距离以后 它的光就是说端面辐射出来的荧光是这个红色曲线 可以看到它的荧光的中心相对于原位的光会出现了一个逢移 这个是由于窒息收入的效率引起的 就李老师也提过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个震荡风 这个震荡风就是由于纳米线的两个端面可以当成反射镜 它自然的会形成一个光学的协设枪 所以我们可以在端面呢得到更多的信息 比如说这些光子的一些模式 那么使用这样一个泵波探测空间分泌的荧光光谱呢 我们就可以测量这个纳米线或其他纳米结构里面 光子的传输啊 还有光的吸收系数 比如说这些界电的性质 以及微销里面的光子和机子的偶合特性 以及激光的特性等等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 我们第二个就是角度分辨的荧光光谱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纳米结构它辐射出来光 用物件收集到以后 我们知道其实后面的光路整体上就是 我用了另外一个透镜把这样出色出来一个平行光呢 聚焦在我的霞凤的口上 然后就霞凤口 然后这样我对我的整个光谱进行的成效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收集光路上呢 加入另外一个透镜 F1 F3两个透镜 两个透镜呢 我们使F2和F1的使这个F2的这个焦点的位置 就是左边焦点的位置 刚好是在我的这个透镜的复利液的平面上面 然后透过它以后呢 就是说这样一个光 经过了F2以后会在它的前焦面呢 会形成一个真实的一个成像 那么我们使用一个这个小孔呢 取固定的区域的部分的信息以后 它会继续网线传播的时候 经过了第二个透镜以后 它会变成一个平行光 那么我们把这个光谱仪的这个 它的一个霞凤口 放在它的一个附列平面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对它一定一个角度的一个成像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这样一束光变成水平 然后再往下走 然后再往下走 它会落在这个光谱仪的 比如说纵向的这个Pixel的话 它会落在一个固定的Pixel上面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的光呢 它会落在上面的某一个固定Pixel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因为我们是CCD 所以说它是一个面层像的 所以它在用的CCD的横向来表示 它的一个这个波长的信息 那么它的纵向来表示它的一个角度信息 这个是实际的一个光路图 中间的这部分的外光路的极端不变 这个是我的这个 就是说样品台的部分 这个是我的收集的一个光路 我们如果说使用了这个白光光源 作为一个经济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的是 我的角度分辨的一个反射光谱的信息 那么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个激光光谱 激光来作为光源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角度分辨的 银光光谱的信息 这里头的话都是一个 一个半导体的一个薄膜 上下加了一个 上下加了两颗这个反射镜 得到的机子极化机缘呢 它的一个色彩的一个曲线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这个微辣的荧光光谱 对半导体微辣的这个光源材料 或微辣激光里面的话应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半导体微辣激光器的一个研究的背景 那么半导体微辣就是激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光源 它其实它被预为我们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发明 那也是随着这个微辣加工技术的发展呢 这个半导体的尺寸做的越来越小 那么小尺寸的这种激光器 比如说我的器件的这个器件面积小于10个micron 甚至到一个micron每平方 一个micron平方的这个微辣激光器的话呢 它可以实现我的光通信中的这个 这个每比特能耗可以达到10到100个非加每比特 这样对于我设计一些低功耗的光电信息的 这个传输系统应用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那么此外呢 由于它的尺寸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应用于这个纳米尺度的这个光电护年技术 这个是一个硅基的一个光电光子芯片的一个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 总体来说它分为光源波导以及调制器等等 探测器等等 那么这个光源部分的话呢 就要使用一些微辣的一个激光器 那么如何来设计一个微辣激光呢 回到这个激光了 它的一个英文名称它叫NASER 其实NASER是N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ion Imitial Radiation的一个首字母 还有ASER 它的意思呢 顾名思义的话就是光经过一个 就是说经过一个受机辐射的过程 可以实现一个光的一个放大 最基本的是1916年的时候 Einstein来提出这个数据辐射的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哈 以这个最简单的一个二能级系统来看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低能态11 有一个高能态12 那么我们有一束光子入射的时候 它会诱到高能态上的一个电子往下进行跃迁 那么跃迁到低能态以后 由于能量守恒 所以它会辐射出另外一个光子 辐射另外一个光子 我们整体看这个过程的话 就是一个光子入射呢 会辐射出两个光子 所以呢 在这个受机辐射的过程中 我们光得到了一个放大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受机辐射的过程 这两个光子 它是相干的 也就是它的频率 相位等等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受机辐射过程呢 就垫定了我们激光的一个基础 那么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受机辐射发生过程中 其实也有非常多受机吸收的过程 它是用我的低能态 跃迁到我高能态的过程 受机辐射和受机吸收的这个效率 其实原则上是一样的 但是呢 原则上是一样的 但是呢 由于论学 就是说如果平衡状态下的话呢 低能态上的这个逆子数呢 会远远的高于高能态上的逆子数 因此呢 在一个平衡状态下的话 其实受机吸收是远远的高于受机辐射 因此我们看不到这种受机辐射产生 那为了使我的受机辐射达到一个 成为主导的话 我们就需要实现这个运速的反转 这些运速反转的话 就需要有大量的能量注入 因此我们要实现激光的第一个前提呢 就是我们需要有个比较高的能量注入 这基本上会大于10的16次方 每平方一米的这样一个量级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就是如果说对于这样一个 两能级三能级四能级系统进行分析的话 你会发现两能级系统其实是 如果你没有外界把这个分子去隔离的话 你其实是实现不了这个运速反转的 所以至少会需要一个三能级或者四能级的系统 然后最终使两个能派之间实现运速反转 那样这样一个三四能级的系统呢 我们就叫它光学的争议材料 那么有了这个光学争议材料以后 其实也是不够的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 受机辐射的过程中 往往还是有受机 就是它传播过程中还是有非常多损耗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样一个争议材料 放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 这个系统就叫光学的一些的协证枪 在这里头的话 我可以把光学争议材料和外界性隔绝 并且光学协证枪也可以提到一个 起到一个选择选拨的一个作用 把我的这个相关性进一步的一个增强 那么在这个光学协证枪里面 就是说能够传播的这个光子的模式 需要满足它的一个注播的条件 也就是说我的枪长L等于Nanda 比上2再乘一个这个有效的这个折射率 光学协证枪就包括法波枪 还有回音必识围枪等等 因此的话我们要实现一个微大激光的话呢 会有这样的这个条件 第一的话我需要一个光学的增益材料 比如说半导材料有非常丰富的能极 可以构成三星能极的系统 我有高的那个能量注入 能够实现粒子素的一个反转 第三呢我需要一个光学协证枪 那么对于微辣系统来说的话 我需要有个微辣级别的光学的协证枪 比如说纳米线 如果说以端面为反射镜 半导材料为增益材料的话呢 半导纳米线它就会形成一个 这个微辣一个激光器 那么半导体纳米线激光是非常有趣的 原因有以下这个原因 因为经过这个大概20年到30年的发展 对于纳米线的这个材料的 单金材料的自备 其实功率已经相对的成熟了 那么纳米线的折射率比较 比真空的折射率要大 所以它可以对光子呢 形成一个有效的束缚 对电子也可以形成有效的束缚 对于这个纳米线里面光的束缚 这部分经过二三十年研究 大家对它的这个研究 其实是非常透彻的 我们有非常多现有的知识 可以用来用来够我们学习 那么纳米线做一个片上光源呢 它的这个光可以自然而然的 就往前输出 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 很自然的光子的一个定向的偶合 对于我们后期偶合这个波导结构 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在实验上我们怎么来观测一个激光呢 也是以这样一个纳米线为例的话 这边纳米线呢 是一个牛化隔的一个纳米线 长度大概是十几个微米 横向尺寸的话是200个纳米左右 我们使用一个飞秒的脉存光 它的波长是400个纳米 脉宽大概是100个飞秒 重复平均是1000赫兹 我们把这个激光 它做一个阔述 照射到大概这个直径为30个微米 这样可以照射到整个的这个 牛化隔的纳米线 如果说我的这个飞秒脉存光的功率 比较低的时候 比如说等于0.4微较每平方明明的时候呢 这个是它一个银毛的输出 是一个宽的一个自发辐射的一个谱线 那么当我增加这个 就是凤波的功率的时候 到0.6个微较每平方明明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在自发辐射的这个风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多 比较窄的这个peak 这些风呢 就是来自于激光的风 我们进一步来增加激光功率的时候 会发现这些窄的风 会非常迅速的非线性的一个增加 那么对于自发辐射呢 还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增加 到2.6微较每平方明明的时候 会发现我整个谱线上 基本上看不到自发辐射的一个风了 基本上由我的受机辐射或激光的风 除的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谱线提取出来的话 就它强度提起出来的话呢 对于我入射的一个泡泡的能量做一个 还说会发现整个的辐射发光过程 会经历一个线性的一个自发辐射的过程 非线性的一个这个放大过程 最终我的能量高到 使我的这个增益达到一个饱和以后 就经历另外一个进行区 所以它的发光的这个 这个出射的一个长度 对比我入射的强度 会出现一个S型的一个曲线 那这些风的间距 就这些模式的间距呢 是跟我的这个纳米线的长度 是成一个反比的关系 所以它说明这些模式 是来源于我纳米线里面 这个纵向的法波模式的 另外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个信号提起出来 收集到这个视线开门 我们会发现在低功率下 也就是说收集辐射状态的话呢 它的这个荧光寿命 大概是480个平秒 非常还比较差 那么到了激光状态以后呢 它的寿命变得非常的短 到了一个10颗平秒 这是第一 此外呢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荧光 进行一个成像的话 这个是在CCD上 就是经过了我的单色雨 以后CCD上成像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收集 在我自发辐射状态上呢 你会发现纳米线 通体都是非常发亮的 因为这个时候 我的荧光的各个方向 其实是random的 一个辐射的方向 所以整个纳米线 你都可以看到 这个荧光的产生 那当我到了一个激光状态时候 你会发现 我在这个body 就是它的纳米线 身体上面的发光 基本上可以忽略了 那么在端面上 会出现非常强的一个 光的一个偶合出来 这说明我们的光模 就是说在激光状态下的话 对我的这个光子 进行那个选择只有这个 沿着这个纳米线 传播这部分光子才能够变 就是说选择出来 那么其他的 比如说垂直出射这部分光的话 它都会被压制住 因此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做激光 就是说它的实验观测 我们首先我们需要看到 一个效应就是 要看到这个线宽的一个变窄 那么第二个话 我们要看到 这个I-S型的曲线 线性非线性以及线性的一个整个过程 那么第三的话 我们要能够看到一个 寿命的降低的这个效果 但是对于很多实验室来说 可能把这个信号 TG-C camera进行测量的话 可能不具备这个条件 那么至少的话 你需要看到的就是 我的线宽的减少 I-S型的曲线 以及我的这个荧光 呃 的成像上面的一个 呃 在我的呃 固定的点位的一个输出 嗯 那么对于一些高的 这个平均因子 非常高的一个 开尾体 比如说 呃 这个 那这个球啊 还有一些这个 其他的Visper Guard mode的这个 开尾体 以及对于一些 DIP的开尾体 它本身 它的这个 呃 就是它的平均因子 非常高 所以它的 beta beta的话 就会非常的接近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呃 我们可能就需要 呃 把这个除了这个 呃 LineWise的这个 变载的效应以后 S型的曲线 画出来哈 另外的话 我们还需要把 Stuntunus 就次发辅射的曲线 呃 画出来 跟我的这个 呃 这个你的 这个激光的 这部分的曲线 做一个对比 这样可以体现出 呃 你的呃 beta值的大小 是小1 就是说 还没有到1 基本上也是接近1 这样可以显示出 你的肥线性的一个过程 那么呃 对于这样一个 这个很多 现在有很多的实验 说我的激光 使用的是 连续光 蹦步出来一个激光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螢光光 会非常非常的小心 就是因为你的 平均因子非常的高 所以你的这个 预值很低 那么 那就意味着 你 你可能 平均因子高 就意味着 你原先的这个 Cavity里头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这个相干性 所以要对这个 线宽 做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 就是说飞瓶 要能看到前后 原先就有模式的一个状态下 它有个线宽 要对它进行一个 理合得到你的这个 这个模式的一个宽度 你到了激光状态以后 它会现花有个变载 那在这种状态下 你要能够明显的看出 线宽确实在变载的 否则你很难说清楚 你的这个 你能看到这个线宽的 就是说你的 你看到模式 是来自于激光呢 还是来自于原先 这个 共振枪 你们的这个 模式 这个除了以上实验以后呢 基本上现在 因为激光的判定 大家有非常多的争议 但是我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要做一个荧光成像的一个相干 这个实验也非常简单 就是要做荧光成像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朱寒敏老师的文章 我们原先有一个纳米线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光线照片 那么 它在 低于日子之下的 它荧光的成像 是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你会看到 基本上是 低于日子的一个 荧光的发光 那么在激光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看到两个效益 就是第一 端点的强度 远远的高于 我的body 上面的这个荧光的付出 另外的话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干涉的条纹 这是由于我们辐射出来光是相干的 是辐射光是相干的 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做激光 可能需要在这个比较低的 这个温度下进行测量 所以系统的这个分辨率并没有那么高 那么这个时候 你至少要 要考虑就使用了 就是我的荧光上的端面的 或者枪面的这个荧光强度 要远远的大于我的body 上面这个荧光强度 此外结合我的线框的变载 然后强度变化 至少我就有三个判据来综合判断你 看到这个辐射是不是激光 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还可以做这个自相关 还有麦克星干涉仪来测量这个辐射出来的这个光的一个相干性 固列光谱 角分泌的这个荧光光谱呢 也可以 也可以用来 就是说很方便的来看你的整个系统的一个相干 就辐射出来荧光的一个相干性 我们这个是一个半导体 盖的矿片的一个激光的过程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选择我把我的纳米片平行我的这个霞峰或者是垂直远的霞峰 我们来看这个平行霞峰来看的话 就是说我的这个Y方向平行我的霞峰来看 当我的就在我的阳子之下的时候 其实我能看到就是一个这个它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发光峰 它是一个平的一个射散 它的光还是比较看起来比较看起来比较强 那么荧光光谱也是一个荧光成像是就是均匀的一个发光的成像 那么到我的一直附近的时候 你会发现端面的这个荧光强度就开始高于这个中间部分的一个发光 同时呢 你会看到一些激光点的一个出现 那么你进一步再增加这个激光攻略的时候 会发现你沿线的这个spontaneous 是一陰显的地方 就制发辐射不方 其实在整个系统里面就 因为相对变弱 所以你都看不清楚了 你能看到就是我的激光的 就是模式激光模式这个 这个这个辐射 那么因为这个Y方向 这个光的方向在这个端面上 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自由的状态 所以你会看到是一个抛物线的一个线形 如果你继续增加这个激光攻略的话呢 它会就是说这个强度会变得越来越强 越来越看不到这个自发辐射这部分 那么如果结合这种复利液光谱的这个 复利液光谱和我的泵谱和探测分离的技术的话 我们就可以分别来取你在端面辐射出来的这个 这个角度分辨 螢光光谱和端面和中间这部分可以分辨去出来 比如说这样是对一个这是一个同样的样品哈 如果从端面辐射出来 银光你会发现到激光状态下 它已经出现了模式 那么我在中间这部分选出来的话 你还是在原位看到就是一个 自发辐射状态 我也没有我也看不到相关的模式的一个出现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就来讲一个这个 我们用这个微辣的荧光光谱来探测这个纳米线里面 荧光支吸收 以及利用它来做波长调整的一个机构的应用 刚才这个林老师也大家讲过 就是我们在半门材料里头有一个打带 还有个架带 由于电伸子有和或者这些缺陷的存在呢 会在这些透明的这个半gap里头 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叫伪态 叫一些伪态 就是对我的这个能带做一个一个转宽 那么在当我的一束正式一个纳米线 当我们有一束光啊 比如说400纳米的光 激发一个牛化葛纳米线 牛化葛纳米线的这个近代的这个波长 大概是500纳米505纳米 我们激发它纳米线一端的时候呢 它会在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荧光 荧光在传播的过程中呢 它会慢慢的被自吸收 这个这个尾带上有一些新的状态 它就会跟升级一个 或者说能量部分 以其他的一些粒子会做出一个非弹性的一个散射 最后它的能量会变得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我的传播的时候 由原先的蓝光会慢慢的会变成一个绿光 这个图我刚刚也给大家看过哈 中心的是 就是说原位的这个荧光的话 它是一个崩位大概在505纳米 那么它传播了一段距离以后 它会变到520纳米左右去哈 它会出现一个红移 那么这就就是荧光的一个自吸收的效应 那如果说荧光自吸收的这个程度 就是说我的光传播的距离越长的话呢 就会代表着它的这个风味会越来越的红移 那么越来越红移就代表它的争议的区间 会逐渐的一个红移 那么我们知道激光的这个波长 是由我的微枪的一个光学模式和我的这个增益区间的一个这个重叠区域 就是我的激光的波长的输出的区域哈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可以通过选择纳米线不同长度 从4.3个微米到7.1个微米到11.8到16.4个微米的话呢 那么它的这个增益区间会从原先的这个 这个光应该是490多纳米到一直到518个纳米的一个增益区间 逐渐红移导致的这个激光峰也会从原先的498一直移动到了518纳米这样一个范围 颜色上大家可以看到就原先短的线的话 它就发南光 然后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了到16.4微米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了一个绿光 我们从这个顺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激光的普现 你可以看到哈 那么线的 随着那么线长度一个增加的话呢 这些模式这些激光模式间间距也会变得越来小 这是因为这个这个呃 这个模式间距是要跟纳米线长度是成反比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呃 纳米线的这个这个激光模式的这个宽度也会随着纳米线的长度的增加和减载 就是由于我的长纳米线长度越长的话呢 整个呃这个激光器的它的品质因子会更高 所以说你会看到现宽的一个变载的效应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激光的这个 就最长这个激光风提起出来和这个纳米线的长度会做一个函数的话 我们发现它就是和我的激光的模型是符合的非常好的 我们选了200纳米的线300纳米线以及400纳米线 这种情况下都是呃 就是随着纳米线的尺寸增加 后会会出现一个红移 这个部分就红色这个粉色这个线的话是来自激光的模型 敲选出来的这个呃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波长 嗯从这个实验上我们可以看到假设我们考虑这个自激收的效应的话 你会你会能得到第一个效应就是说由于存在于自激收 那些呃比较细的短的这部分纳米线的话呢 他会发现它的激光风的位置是比我的班的盖普明显的微博能是要更难的 也就是说它能量更高 那么这个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由于班的飞银就带填充效应引起的 刚才林老师也给大家讲过了带填充效应的话 因为激光的这个产生它是呃 是在一个高功率注入下发生的一个过程 所以如果说我的注入能量非常高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考虑成是一个相关于是掺杂一个过程 呃它会把很多的这个电子激发到我的一个导带上留下了非常多的空缺 那么这个费民能级就会往上进行移动 原先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光呃 呃就是说呃一般额颜 比如说我照呃从呃 从比如400纳米的光从下载到导带 月线到导带以后呢 它会呃预先到带底以后进行一个辐射 但是如果说费民的位置移动到呃 这个导带里面的时候呢 它到呃 此处的时候它就会往下啊 进行一个呃 呃辐射发光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呃 呃由于在这个班的杯里呃 带填充就说能度非常高的时候存在带填充效应的时候呢 它的荧光的辐射的能量其实要比我原先没有这种效应的时候能量要要高 那么这种带填充效应其实上呃就是也是有理可循的 它是跟我的这个呃 载牛脂的这个浓度的三分之二次方式呈正比的哈 那因此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呃有效的去调控这个载牛脂浓度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去呃增强这种带填充效应或者说减少这种带填充效应 因此你可以就可以调控你的发光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说呃 既然呃呃呃这个 载牛脂浓度在光激发情况下的话 其实主要是由我的这个激发场来决定的 那如果说我使用表面的密基源 我可以去调控我的这个激发场的强度 那因此我就可以比如说大多数情况下 我会增强它的这个场的强度 呃能够达到呃这个增强这种带填充效应的一个作用 我们提的一个模型就是说有一个牛华梗的纳米线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二氧化硅的一个 达来确克的这个呃 上面下面是一个金属的下面是个金 那么在这样一个呃高则生的半段材料 低则生的绝缘的一个二氧化硅 以及金属这个体系里面呢 它会在界面存在一个表面等于基源的波 这个波呢会在我的界面处呢 会把我的光场形成就是光场往下呢 形成一个呃比较强的一个场 呃因此我们可以增强带填充效应 所以我们看一下没有这个金属材料的时候 我们选择三根的这个纳米线 一百纳米的两百纳米和三百纳米的这个纳米线哈 呃如果我们呃使用非白麦存光 0.4微加每平方米增加到2.0微加每平方米 你会发现对于三百纳米的这个纳米线的话呢 它的这个呃风味是基本上蛮异非常小的 因为如果说你把这样一个零点一微加每平方米的这个光啊 照射在三百纳米的这个线上的话 其实你考虑它的这个的这个载牛脂的diffusion来说的话呢 局域上的这个这个载牛脂浓度实际上并不是非常高 那么如果说你到一百的纳米的话 你把所有的光值啊照射在一百纳米线里面 那么它的这个相对就是说 等效的载牛脂浓度是要比三百纳米会高的 因此你会会发现随着这个这个呃这个激发功率增加的话 因为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难移 这个难移的这个呃值呢 是和我的载牛脂的浓度 就是相对就是说呃光激发载牛脂的这个浓度的 是呃三分之二十方是呈一个线性的关系 我们在呃飞秒外送光激发下 载牛脂浓度可以达到十个十六十万每平方米 呃每立方米 好我们引入了表面的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诱到一个比 在界面处诱到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厂啊 而且随着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耐花会厚度减小的话 这个厂会变得越来强 从一百纳米到五个纳米的话 这个厂变得非常强 呃我们还是选取了这个呃 就看起来没有这个这个代行程效应的纳米线 比如说这个三百纳米的这个纳米线的话 会发现有了这个呃我们呃 当二氧化硅的厚度是一百个纳米时候呢 它已经出现了一个代行程效应导致蓝移 那么随着我的这个二氧化硅厚度减小的话呢 它会呃黑色曲线啊 它蓝移的非常的非常显著 从我年线的五百零五纳米呢 一直就会降到呃四百九十二纳米左右 所以因为这个代行程效应 引起这个荧光风味的一个红蓝移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这个纳米线 就是说激发到一个激色的状态的话 也会看到它的激光风从原线的呃五百零五纳米 五百纳米左右 然后一直引入到四百七十五纳米哈 呃随着就是我调控暗氧化硅的厚度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bump 探测分离技术来继续来探测我的激化机缘的一个效应 呃由于我们刚才呃这个看到了各种激光器的话 这个纳米线激光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使用非免脉存光去经历的哈 因为原因是因为我的呃这个纳米材料是非常小的 所以它的增益体积本身非常有限 它的平均 carity平均并不是非常的高 那么又表面上呢表界面又有非常多的缺陷 这些缺陷呃虽然说在高功率下 它不会呃呃就说影响我的这个发光 但它会产生非常多的热量 这个热量又对我的器件的这个呃电声呕合的增强 呃导致我整个体系温度的温身 然后整个这个框栗热的给降低 所以由于这一些非辐射过程以及真硬体质减小 绝大多数的这个这个这个呃这个纳米线激光器 都要使用脉存光作为经历员 这样对于它的实际的应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 所以目前呢很多人都在考虑 怎么来降低它的一个激光器的一个率子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我们考虑就是使用这个呃 呃机子激化机缘 这个激化机缘呢它是就是呃呃 它是指就是说比如说微箱里面激化机缘 它是指我的光子和这个呃呃 我我我在两个反射镜中间 比如DBR之间放了一个这个呃半导致材料 它有一个稳定的机子 那么在这体系咱们光子的能量呢 传给机子辐射光子光子的能量被这个机子吸收 这吸收以后呢它会符合再放入这个光子 那么能量就会在这个光子和机子之间呃 来回的这个呃 呃转化 如果说转化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快的时候呢 你们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就找不到纯粹的光子和 找不到纯粹的机子 它们进入一个强和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新增一个新的一个量态 就叫做机子激化机缘 那所以因为机子激化机缘它含有这个光子又含有机子 所以呢它兼具了两者的优点 比如说它可以像光子一样 它会有一个比较轻的一个质量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做一些高速的一个器件 那么在这个就是技术物理的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呃 机子激化机缘呢 它又是个玻色子 所以它在浓度足够高 温度足够低的时候呢 它会发生一个一个凝聚 那么这个凝聚的温度呢 又是跟我的有效质量是成一个环比的关系哈 比如说我们在原子体系里面的话 我们需要到170纳K呢 才能实现这种波色爱因斯坦的凝聚 但是对于机子激化机缘呢 由于它含有光子成分 那么对于这样的准例子的话 呃 就是对按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 呃 它的质量很多时候是由轻的这部分呢 尽量决定的 所以呃 机子激化机缘的质量大概是我的原子质量呢 4的70方到4的80方的第一 因此的话我的温度可以有相应的提高 比如说在室温 甚至更高的温度下实现这个波色爱因斯坦的凝聚 那么这部分 但更为重要的话 对于我们做激光来说呢 呃 更为重要是说 它含有机子 那么机子它有一个物质性 它有很多电子上 所以它很容易跟呃 我的物质发生相互作用 因此我可以在呃 比较低的功耗下 实现这种光子和物质的一个相互作用 你可以另外一方面理解 就是说 因为机子的呃 质量相对重 所以呢呃 这个机子激化支援质量是比光子质量是大的 因此它的传播速度就会变慢 所以它给予光子更多的时间跟物质相互作用 对于我一些这个呃 比较弱的这个过程 比如说飞行呢 光学过程 还有比如说 呃 还包括激光的过程的话 那它的时间呃 会增加 导致它可以在比较低的功耗下 呃 呃 实现这个相应的功能 比如说 即时激化纪元的激光的这个预子的话 就比传用的激光车预子会低两到三个数量级 目前的话 主要人们会在两种半导体体系里面会观察这种激化纪元 左侧的话是两个反射镜 DBR半导体再加DBR的系统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DBR系统呢 换成一些金属的镜子也是可以的哈 那么第二种体系呢 就是半导体的一个纳米线 在左侧这个体系里面呢 熊基华老师在这个神奇光子学的这部分 一定有了 呃 比较呃 多的一个这个介绍 我这个地方会不会多说 那么我主要会介绍在半导体纳米线里面 如何来探测它的一个呃 机子激化纪元 呃 其实你要探测机子激化纪元的话 首先呢 就是你要探测它一个色散曲线 它色散曲线是由比较 或者这个红色线是机子 那么这是一个光子哈 他们在偶合以后发生 anti-crossing 就是反交叉的效应呢 它会拼念成两支 这个下一支呢 叫做下子的 就是说 Plyton 上子叫上子的Plyton 那我们的实验就是要观察 它的一个色散的一个曲线 好 那么我们用棒棒探测技术就可以 呃 就是棒棒探测分离的螢光光谱 就可以做这样一个功能哈 我们这样有一根纳米线 我们使用一个激光 激进这个纳米线的一端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荧光呢 就会在纳米线里进行传播 它会在端面做一个辐射 呃 就是辐射出来哈 我们就收集这个辐射出来的一个 一个 荧光 我们之前如果有印象的话 我们就知道 呃 呃 在原位出来的这个光的话 就是一个对称的一个spontaneous 影响自发辐射 那么在端面辐射出来 荧光的话 会经过一个自细收 并且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一个 光学的模式 我们中印进去看这个光学模式的话呢 你会发现 随着我的能量啊 接近这个机子 就是机子的共振能量的时候呢 它的两个峰之间间距会变得越来越小 这个说明它有个比较强的一个射散 它强的一个射散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射散关系给提起出来哈 呃 对于这个纳米线的话 这个模式呢 每一个都是来源于这个纳米线 就是纵向方向的一个发波模式 所以呢 它的k呢 是可以写成nπ再除以lz的 呃 那么其次呢 呃 它的这个能量呢 我们可以通过峰的中心来提起出来哈 呃 一呢 根据我这个呃 这个电池电池场和这个呃 物质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射散关系 因为我们的k可以写成h8 ck 在笔上我根号下的1平模米线 那么1平模米线呢 哈 我们就可以写成1平b 白光的这个达赖区克呃 方向 然后再乘一个1加 恒重比就是啊 这个重光学机制的能量减去恒光学机制能量平方 再除以我恒光学机制的能量平方 再减去我1平方 再减去r e h8 再存gamma gamma是我的这个是一个损号 那么et的话 一般而言我们就考虑是它的原位的 就是恒的这个呃 机制模式的能量呢 是等于我原先的这个呃 机制的能量 那么呃 接下来这个呃 测散期限里面其实就只有这个n 以及一平b 以及el这样几个 gamma是可以用现款来描述 只有这三个变量 那么我们把这三个变量 就把这些每个风的风位 给能量给提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对它整呃 就是对体系做一个这个呃 这个摄传关于给提出来 这个是它的摄传曲线哈 啊我们可以看到下直会出现一个呃 明显的这个 这个anticoase的形象 就是它不会呃 它不就是反交叉现象 在实验中哈 我们看不到上次是因为我们这种测量方法 呃 经过了就是说 计划经验经验经过一个长距离的一个 传输以后呢 它很多都已经掉到这个呃 低能态上来去了 最后我们可以得到它的 Rabite Splitting Energy 有267个毫电子符 这个和就是熊岐华老师 他们探测到200个毫电子符 也是非常吻合的 呃 它是大于我在这个体系里面 我们根据这个模式的线宽 求的一个呃 呃 这个光子的一个损耗能 和我的这个呃 荧光线宽 别的这个机子的一个损耗能的 140个毫电子符的 就是满足一个枪和条件 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这个体态里面会 会存在两种这个机器计划基源 一个是体的一个机器计划基源 它是不随着我的这个纳米线的尺寸 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纳米线非常大 我的呃 基本上呢 它的这个呃 这个ruby spinning energy呢 它会是一个固定的质量 那么当我的体积比较小的时候呢 它会随着我纳米线的尺寸的降低 而增加 它进入一个微箱的机器计划基源状态 这个ruby spinning energy 是和我的呃 这个有效者 有效体积 就是模式有效体积 是成这个呃 二分之一四方式成反比的 所以呃 我们可以通过增减小 纳米线的这个尺寸 能够达到增强 偶合效应的一个作用 那么另外的话呢 因为呃 激光过程呢 还有其很多的器件的运作中 是需要在比较高的供应下 或者说比较高的温度下 呃 这个运作的 因此呢 我们呃 提高它的偶合强度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下面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引入表面等级机缘 然后呃 把机子的 拉比平衡能呢 我们也得到一个提升 比如说到了595个毫电子处 呃 我们回到它公司 可以看到这个呃 这个偶合强度 尔基尔是正比于根号下 n啊 乘以一个这个正值的强度 再出于我的 呃 模式的一个有效体积 所以n呢 就是一个正值的浓度 所以同样的 我们表面等级机缘哈 刚才也提过这个模型 呃 这个表面等级机缘 它 它这个它这个它这个模型里头的这个n的大小呃 可以通过这个把这个模式的引入 然后使我的厂在局域上就原先的这个激发厂是在经营的 就是想不算进来就是说在这个浓入线里面分布 那么有了这个表面等级机缘的存在呢 它会拉到这个这个界面处 那么这个这个界面处呢 呃 就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场 就是我的n会得到一个提高 最终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呃 这个厂的 就是正值浓度可以有1.75倍的提高 那么相应的这个G的话会增强1.4倍 给我们呃 这个实验 这是我们做的实验哈 我们选了这个没有这个呃 然后以及我把这个调控的这个二氧化硅的厚度 从20个纳米到10个纳米到5个纳米的一个呃 这个减少的减少哈 会发现240倍的从原先的这个267个毫电子幅 一直这个提升到了350个毫电子幅 那么这个提升的这个能量的强度呢 基本上就呃 会呃和我的这个呃 这个厂强是成一个正比的关系 爱补合的非常非常好 当然到我的这个纳米线的厚度 如果说高于大概呃 150个纳米的时候呢 这个本门等级的效益就已经不显著了 那么由于这个长强增强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你这个那呃 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呃 厚度的一个降低的话呢 比如说到呃 这个5个纳米的时候 它的寿命可以降低到0.1纳米 呃 看一下我的时间是不是已经不多了 呃 那么嗯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呃 我们呃 我们在纳米线里观测到这种 基地计划机缘的效应哈 我们看一下就说呃 它这个基地计划性能对我的这个光学的过程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还是使用这种啊 蹦步探测分离的云光光谱 我们可以看到在端面辐射出来的这个呃 这部分的光其实是随着它的强度 实际上是随着我的纳米线的这个 就出激发点的位置和我的端点的位置是成一个 就是说我的传播距离如果越长的话 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所以我们把这个强度提起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光子在我的纳米线里传播的它一个这个吸收的一个系数看 那么由于受传体现呢我们也可以得到它的这个呃 这个就群速度群折射率和我的能量的一个关系 我们把这两个呃提起出来的话会发现 它都和这个基地计划机员的模型呢会符合的非常好 当我这个能量接近于我的这个开始接近于基地公正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时候由于基地的成分组分开始增加了 光基地计划机员的速度也会减慢 所以它有更多的时间跟物质发生相互作用以后呢 它的吸收也变强了 它的速度它吸收也会变强 好那么 我们也可以用设断曲线去把机子的成分和光子成分给提起出来 确实会呃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 那么呃那么另外的话更为重要就是说 当我们降低这个纳米线的一个尺寸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时候从2.0个micron一直呃这个呃 这个到这个0.35micron这个范围的话 就比较这两者的话会发现同样的一个能量下的话 这个更小的纳米线它具有更多的一个机子的组分 那就说它里头呃这个呃光会传播的更慢 然后它有一个更大一个吸收叙数 因此呢呃如果说你能在做光吸收器件或者说呃等等其他器件的时候 可以通过减少这个量频 那呃就是说呃这个材料尺寸来达到呃可以光更长的一个吸收 比如说有更光有的更强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效果 嗯那么这种吸收呢也会导致我的荧光风味会出现红一支吸收也会红一 所以由于这个呃呃总体来说的话就是随着尺寸的一个降低的话 我的纳米线的红一的速度会更快 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来调控纳米线的一个尺寸来得到呃 不同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发光 比如说你把达到一个激色状态的话 呃细的纳米线它的一个呃这个呃激光的呃这个波长可能会更红 当然也要考虑到斑斑斑斑斑的影响啊 就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控 嗯那么我们也可以用温度依赖的这个银温光谱来测量一个这个技术计划界的特性 这张谱呢给大家看到的是说不同的这个呃 同样一个纳米线在295K230K140K到78K底下的这个呃这个荧光的风以及激光的风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温度一个降低的话呢 这些这些模式啊这个激光的模式之间的间距变得越来越小了哈 这就意味着说我随着温度一个降低的话 它的群泽收益会出现一个显著一个增加 呃我们可以也通过这个呃这个模式之间的间距呢 模式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模式之间间距把这个群输注给提起出来 会发现呃随着呃这个呃呃就是说一就是能量逐渐能量升高 随着基础公正的话呢 这个群输注是直接一个增加的到了78K底下的 这个这个材料就甚至可以达到40 那么这个群输注增加了一个好处就说 如果说我们啊回到这个激光的一个条件的话 就要使我的增益大一个损耗 所以这种模式的一个增益的话 它基本上和我的这个呃群泽生群泽生成一个正比的关系 所以群泽生如果增加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使我的这个对于我材料 我确实的这部分呢争议的要求就会降低 呃所以我们呃因此的话这就我们就想到我们可以用这个记忆计划之间来实现一个第一次的一个激光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选一个啊比较小的材料 就是说样品比较薄 这样有一个比较更强的光物技艺计划 既然的呃有个更强的一个偶合作用 但你太薄以后有很多损耗 所以我们就选一个一些片状的一些体系 那么在这个体系里面我们呃呃 片状材料就薄的第二个效果就是说 它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导热哈 我们又选一个高导热的材料地泽射性的测试比如说蓝宝石 而在这个体系里面呢 我们就呃呃我们就发现当我的这个量品的温度 如果说低于100个开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预测降掉10k瓦每平方宁米以下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意味着你可以用延续光就能够实现激光了 实验是这样子的哈 这个是我们一个这个这个纳米片 然后它的厚度大概是76个纳米 导明的话是基本上可以用单导明5.6纳米 导明和这个比较高质量样品是非常还是比较接近的 就很接近 那么然后我们呃使用了一个400纳米的延续激光 然后照射整个样品会当我的这个呃 这个随着当我的这个能量高于2.6个千瓦每平方公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自发辐射风上看到了非常多尖锐的这个激光风 并且你会看到这个呃接近于这个激光呃机制公正的时候呢 这个模式的间距也变得越来越小 那么呃在我们实验里面的话就说呃 我们发现呃只有当我的就是说样品比较薄的时候 比如说呃大概在100个纳米的时候呢 呃很多的样品都可以使用连续光碰补充那这个激光 但是如果说我的这个样品的厚度大约200个纳米哈 就偶尔明星几个样品是用那种特别大的 我的本身品积性的特别高的那种样品 它才会出现 大多数样品都会集中到50个纳米到呃160个纳米之间 实现激光 我们使用这个呃这个荧光呃 就是说荧光光谱也可以对我的温度呃 样品温度作为一个实施的一个标定 选择了75纳米到157307纳米第400年2纳米的 这部分的这个呃样品呃 使用荧光光谱来调整它的温度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呃对于75纳米的样品来说的话 当我呃增加我的就是我要实现激光 我要增加我功率 当我增加功率的时候 它的这个自发辐射风位实际上是没有变化的 那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会甚至在它的低能段已经开始出现增益了 那么对于我400年2纳米的这个厚度纳米的纳米线片来说的话 当我增加功率的时候呢 这个荧光风呢会出现难以 这就对于盖的后面来说的话了 这个难以就意味着你的样品温度是在升高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tempature温度依赖荧光呃 这个依赖就是说根据它们 我们可以把温度呃样品升温给提起出来 会发现当我的这个呃激发的呃 density从一个1万每平方米到1000万每平方米米的时候 它对于厚的这个400年2纳米这个纳米线 厚度呃为400年2纳米的这个纳米片的话 它温度就已经升高到了150个纳米 已经高于100开吻100开吻的 所以说它预值会有很多预值 也会有值大提高的话 就不会实现凌光目的激光 这个跟我们里面也是符合非常好的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啊 我今天报告的主要内容哈 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微达云光光谱一些基本的原理 以及我把它应用到这个半达的 微达极光里面研发应用 那最后的话是谢谢大家 然后祝大家这个延段快乐